他是我国最不务正业的校长 曾遭到数千位家长联名投诉 强烈要求教育局将其罢免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校长 竟然在512汶川地震期间 创造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奇迹 他在短短96秒之内 就拯救了全校2290多名师生的性命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牛校长的叶志平 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发生特大地震 房屋建筑瞬间倒塌 地面被生生撕裂 想是要把一切吞噬 然而当所有的房屋都化为一片废墟之时 一所学校却丝毫不受影响 笔直的屹立在废墟中格外鲜艳 这里是桑枣镇的桑枣中学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地震虽然伤亡惨重 但桑枣中学的全体师生 不仅没有一人受伤 甚至用毫发无损来形容 也一点不为过 难不成这所学校里的人 都有特异功能不成 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人 他就是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 然而你敢相信吗 这样一位伟大的校长 在地震发生前 却被所有人认为 是不务正业的代表 原来这位叶校长和别的校长都不一样 当别的校长忙着抓学习 抓纪律 抓学生早恋的时候 这位叶校长却每天在学校里闲逛 东瞅瞅西瞧瞧 每天都沉浸在房屋改造的快乐之中 今天叫来水泥车 给承重住灌水泥 明天喊来建筑队 拆除他看不惯的建筑 甚至还时不时的叫工人上门 重新装修墙上的瓷砖 经费不足 他就跑到教育局要 一次不给 他就多跑几次 时间久了 教育局的人看到他的身影就觉得头疼 而他却像没事人似的 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房屋改造之中 实在从教育局拿不到经费 他就东拼西凑 到处拉关系借钱 然后将钱财全部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人傻钱多 整天不想着好好发展教育 净整这些没用的 叶志平并没有理会身边的咸言碎语 继续我信我素 当别的学校打抓升学率的时候 他却和全校师生玩起了游戏 他每个月不定时的要求师生们到操场紧急集合 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就反复来回跑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他还通常选在下课时间 当老师和学生最放松的时候 进行这项活动 为此全校上下怨声载道 甚至还有一些家长觉得他闲得无聊 故意拿孩子们当乐趣 于是就到教育局投诉他 但叶志平却并没有任何改正 甚至还变本加厉 只要他看不惯的 全部都要重新整改 然而很快家长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1分36秒究竟能做什么 四川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 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期间 他用这短短的96秒时间 挽救了全校2290多名师生的性命 创下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 因此他也被全世界称为最牛校长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 当时教育局为桑枣中学批了一笔钱 用于建造新的教学楼 但前校长不知道从哪找来了一群不专业的建筑队 教学楼建好后根本没有人敢来验收 因为这座教学楼风一吹就晃晃悠悠的 墙缝之间用的根本就不是纯水泥 隐隐约约之间还能看到水泥袋子隐藏其中 不用专业的人上门检验就能看出来这是座无法使用的微楼 当时没有人敢接受这栋楼 直到1995年叶志平成为了桑枣中学的校长 他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这座微楼改造加古城能够使用的教学楼 为此他跑前跑后到教育局软磨硬泡 终于拿到了少许资金 他首先找来正规的建筑公司 将一栋质量明显非常差的厕所楼拆除 然后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重新建了一个厕所 虽然上厕所没有之前方便了 但最起码孩子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然后他又将目光放到了楼板之间的缝隙上 他找来专业工人将缝隙之间的水泥袋全部拆除 并用实实在在的混凝土重新灌进去 使楼板之间的承受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 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后 他发现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 全部都是37厘米的三七柱 出于安全考虑 他将这22根承重柱全部用水泥浇灌 然后又将其加速为50厘米的五菱柱 经费补足 他就到处东拼西凑 由于教学楼正在使用 因此他只能利用周末和假期 一点一点的将卫楼改造好 之后学校修建的所有新建筑 他全部亲自监工 就连墙上贴大理石 他都要求工人在每块大理石上打四个孔 用钉子挂好后再进行粘贴 他的心理始终放心不下 唯恐教学楼不结实 万一出事砸到了学生 他就无言面对学生的父母了 折腾完了教学楼 他又开始担心学生的安全 因此他专门到大城市参观别的学校的紧急疏散 看到学生们快速有序的撤离之后 他也想将这些运用到自己学生身上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学生在疏散过程中慌乱无序 非常容易出现事故 为此他沉下心来 每天都在研究学生疏散的路线 没想到这个别人看来没有用的举动 竟然拯救了全校师生的性命 他是中国最不务正业的校长 不仅遭到了数千位家长的联名投诉 要求教育局将其罢免 还让全体师生对其怨声载道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校长 竟然在512汶川大地震期间 创造了一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奇迹 在短短96秒之内 就拯救了全校2290多名师生的性命 他就是最牛校长叶志平 2008年在叶志平的带领下 桑枣中学的全体学生 早就习惯了按照规定好的路线疏散 他们的疏散方案不仅详细到每个班级 甚至还具体到了每个人 就连老师的站位都有明确的划分 考虑到拐角处最容易出现学生摔倒的情况 因此叶志平要求 每个拐角都必须有一个老师指挥出赛 这样一旦发生摔倒的情况 老师也能快速将摔倒的孩子扶起来 避免发生意外 原本师生们觉得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应付校长 甚至有不少老师还对此颇有怨言 然而等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 他们才明白校长的一片苦心 2008年5月12日 桑枣中学的全体师生突然感到一阵血运 紧接着整栋教学楼都开始晃动 老师们立即意识到地震了 于是赶紧组织学生们紧急撤离 由于他们早就演习过无数次 因此学生们并没有慌乱 按照之前演练的路线 有序的撤离到操场上 当老师们清点完人数后 惊讶的发现 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上网 全校2290多名师生 在短短96秒之内 安全的撤到了操场上 这一刻很多人都激动的落泪 心中默默的感激 叶校长的明智之举 而叶志平当天因为出差并不在学校 地震发生后 他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但由于通讯设备受到了损坏 他根本就无法与学校内的人取得联系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学校 当看到全校师生黯然无恙地站在操场上时 他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 忍不住嚎啕大哭 他并不是难过 而是高兴到流泪 因为他总算没有辜负家长和社会对他的信任 学生们的安全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由于他平时就非常注重教学楼的安全问题 因为这次地震 他们的学校并没有损坏严重 而他也没有坐等救援 而是自己找人重新修缮了学校 手机了瓷片等滑而不实的装饰 完全以实用和安全为主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校长 却并没有长命百岁 2011年6月3日 正是学生们即将参加中考的时候 叶志平却因为操劳过度 突发脑一血 虽然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但却没有防住病魔的入境 6月27日 得知学生们又在全县名列前茅时 他才欣慰地对家人说 自己累了 想睡两个小时 然而这一睡 他却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年 他才57岁 还不到退休的年龄 就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学校和学生 他的离开令无数人心痛不已 甚至有人评论 他是心中不倒的脊梁 他用超前的思维和远见 保住了全校2000多名师生的性命 这样的人 怎么会不值得我们尊敬呢